请您寻出家传的梅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蟹,听我说一只战前香港的故事。 您这一炉沉香蟹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张爱玲是个很精致很讲究的女人,从这个开头就可以看出来。 他不直接说给你故事,而是还要燃上一炉香,让你在鸟鸟的沉香中听故事。 另一种典型的开头呢,是俄国作家契赫夫,他会怎样让故事开始呢? 他会让一个男人跟他想搭讪的女人需要一根骨头,然后把这根骨头扔给女人的狗,这条狗就是男人靠近女人,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一样的,都是一种和读者的契约,就像买票一样,读者要求代入感,作者要求被读者进入。 那我为什么要关于这一句开头说这么多的话? 因为这个开头不是谁都能够随随便便写得出来的,燃香本身是具有仪式感的,这个开头传达的是一种审美感的东西, 就像布料的纹理,值得细究。 燃香来讲故事的张爱玲,是带着古运的,追根溯源是因为他小时候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了很多的古典文学,尤其是《红楼梦》,可以说是从八岁读到老。 很多人都说,曹雪芹可以说是张爱玲的祖师爷了。 那么在语言风格上,《第一炉香》是受《红楼梦》影响比较明显的一篇, 他用的语言就是通俗语言和《红楼梦》式两种语言的交杂。 言归正传,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张爱玲讲关于物质对人心的腐蚀,关于人精神的沦陷。 在故事的开端,葛威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 威龙到香港来了两年了,但是对于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还是相当的生疏,这是第一次他到姑母家里来。 威龙对着玻璃门彻扯扯一惊,离离头发,他的脸是平淡而美丽的小秃脸,现在这一类的粉扑子脸是过了时了。 他的眼睛长而媚,双眼皮的身痕直扫入鬓角里去。 也许他的面部表情稍显缺乏,但是围棋因为这呆滞,更加显出那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 他对于他那白净的皮肤,原是因为汗式的,一心想晒黑它,是他合于新时代的健康美的标准。 但是他来到香港之后,眼中的月东嘉丽大都是橄榄色的皮肤。 他在南英中学读书,物以稀为贵,倾倒于他的白的,大不发人。 一个外貌颇有魅力的女学生,家境普通,现在站在自己见都没见过的豪宅区,她的姑母住在这里。 这时候的她还不知道,打开这扇门迎接她的是一个没有见过的世界。 那是爱丽丝梦游的仙境,同时也是一个黑曲曲的无底洞。 故事的开头,需要一个闯入者,才能发展下去。 葛威龙闯入了她姑母的生活,第一次来到姑母家。 这就好像是《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刚进了大观园。 扶了铁门望下去,汽车门开了。 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沿上垂下绿色的面网。 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说书。 正爬在她腮帮子上,一亮一暗。 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变向一粒轻质。 那面网足有两三马长,像围巾似的都在肩上,飘飘浮浮。 开车的看不清楚,似乎是个青年男子,伸出头来和她道别。 她把脖子一僵,就走上台阶来了。 尼尔早满面春风的迎上去问道, 乔家十三少爷怎么不上来喝杯啤酒啊? 那妇人道,谁有空跟她歪颤。 尼尔听她生气不对,连忙收起笑容。 结果她手里的小藤香,低声道, 可该累着了,回来得倒早。 那妇人回头看汽车已经驶开了,便向地上重重的催了一口, 骂道,去便去了,你可别再回来。 我们是完了,尼尔看她是真动了大气,便不敢再插嘴。 那妇人瞅了尼尔一眼,先是不屑对她诉苦的神气, 自己发了一会儿愣,然后鼻子里酸酸地笑了一声道, 尼尔你听听,巴巴的一大早请我到海边去,原来是借我做幌子呢。 她要约马林赵,他们广东人家规矩严,怕她父亲不答应, 有了长辈在场监督,赵家的千金就有了护身符。 她打的这种主意,亏她对我说得出口。 尼尔盲不迭,跌脚叹息,骂姓乔的该死。 那妇人且不理会她,透过一口气来接下去说道, 我替人拉拢是常识,姓乔的你不该不把话说明白了, 作弄老娘。 老娘眼睛里瞧过的人就多了, 人人眼睛里有了我就不能有第二个人。 唱戏唱到私定终身后花园,反正轮不到我去办奶嘛。 吃酒,我不惯做陪客。 姓乔的,你这小杂种,你爸爸八戒英国人弄了个爵士仙儿, 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澳门摇摊厂子上数筹码的。 你这猴崽子,胆大包天哪,到老娘面前捣起鬼来了。 一面数了着,把面纱一掀,掀到帽子后头去,一步上街。 面纱还没有掀开,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几句穿衣打扮,几句台词,描写勾勒出了一位少妇的模糊形象。 声色张扬间,少妇已经显出泼辣的性格了。 而逆儿也是处处顺着女主人说话。 女主人泼辣,骄傲,仆人机灵,懂得察言观色, 这几乎是赋予人家的标配。 送姑母回来的青年男子,与姑母和逆儿的对话, 又交代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 这个豪宅没有男主人。 而车里的这位,甚至没有让威龙看清楚, 面孔的男子, 其实也是命运早已安排好的一个角色。 不过现在还没有灯台, 生命中总有些重要角色, 是厚露面的。 威龙这才看见她的脸, 毕竟上了几岁年纪, 白逆中略带青苍, 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 是这一记巴黎心腻的桑子红。 威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 父亲的照相簿里, 珍藏着一张泛了黄的全家福照片, 里面便有这双眼睛。 美人老去了, 眼睛却没老。 威龙放胆上前, 叫了一声姑妈。 他姑妈梁太太把下巴磕一抬, 眯着眼望了他一望。 威龙自己报名道, 姑妈, 我是葛玉坤的女儿。 梁太太劈头便问道, 葛玉坤死了吗? 威龙道, 我爸爸托福还在。 梁太太道, 他知道你来找我吗? 威龙一时答不出话来, 梁太太道, 你快请吧, 给他知道了, 有一场大闹呢。 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啊, 倒玷污了你的好名好姓的。 威龙裴笑道, 不怪姑妈生气, 我们到了香港这多时, 也没有来给姑妈请安, 实在是该死。 梁太太道, 原来你今天是专程来请安的, 我太多心了, 我只当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 想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当初说过这话啊, 有一天葛玉坤寿终正寝, 我乖乖地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 他活一天, 别想借我一个钱。 被他单刀直入这么一说, 威龙到底年轻脸嫩, 再也敷衍不下去了。 原是浓浓地堆上一脸笑, 这时候那笑便冻在嘴唇上。 逆耳在旁, 见他窘得下不来台, 心有不忍, 笑道, 人家还没开口, 少奶怎么知道人家是借钱来的? 可是古话说的, 三年前被蛇咬了, 见了条绳子也害怕。 葛姑娘您有所不知, 我们公馆里一年到头, 川流不息地有亲戚本家同乡来打抽风, 少奶是把胆子下戏了。 姑娘您别兴急, 大远地来探亲, 娘儿俩也说句提几话再走。 你且到客厅坐一会儿, 让我们少奶歇一歇, 透过这口气来, 我自会来换你。 梁太太淡淡一笑道, 听你这丫头, 竟替我赔起礼来了, 你少管闲事吧, 也不知你受了人家多少消费。 你也道, 哼哟, 就像我眼里没见过钱, 你看这位姑娘, 也不像是使大钱的人, 只怕还买不动我呢。 逆儿虽是一片好意, 给威龙解围, 这两句话却使人难堪。 威龙勉强微笑着, 脸上却一红一白, 神色不定。 逆儿又凑在梁太太耳边, 积极强弄弄说道, 少奶, 您老是忘记, 美容院里冯医生嘱咐过的, 不许皱眉毛, 眼角容易起鱼尾纹。 梁太太听了, 果然和颜悦色起来, 逆儿又道, 大毒日头底下站着, 仔细起雀斑, 这一阵风把梁太太搓哄到屋里去了。 借钱是世上故事中最有趣的桥段之一了, 所有和亲戚借钱的人都会先唠唠家常, 企图缓和一下气氛之后再开口借钱。 而反过来, 一些比较尖锐的心情, 也会一句话戳破借钱人的来意。 梁太太一下子就把葛卫龙难以启齿的事情摆到台面上来, 葛卫龙一下子什么话也反驳不出来了。 而丫头逆儿, 这个人作为一个文学人物是尤其讨喜的, 因为他有足够的多面性, 他善良也势力, 个性也强。 他既肯为素不相识的葛卫龙解围, 而看前面, 他面对梁太太这样难伺候的主子, 都得心应手, 巧舌如簧, 却说得出让葛卫龙难堪的话来。 说到底, 就是因为葛卫龙对他的利益没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他没有必要处处顾着葛卫龙的感受。 葛卫龙一个人在太阳里立着, 发了一会儿呆, 滚下来的两行泪珠, 更觉得冰凉的, 直凉到心窝里去。 抬起手背来, 开了一开, 一步懒似一步地走进回廊, 在客室里坐下, 心中暗响。 姑妈在外面的名声, 原不很干净, 我只倒是造谣言的人, 有心遭他寡妇人家。 再加上梁继腾是香港数一数二的扩人, 姑母又是他生前的得意人。 遗嘱上特别派了一大柱献款给他。 房产在外, 眼红的人多, 自然更说不出好话来。 如今看这心情, 竟是真的了。 我平白来搅在浑水里, 女孩子家就是跳到黄河里, 也洗不清。 我还得把计划全盘推翻, 再行考虑一下。 可是这么一来, 今天受了这些气, 竟有些不值得。 把方才那一幕细细一想, 不觉又心酸起来。 威龙说到底还只是个少女, 几句话就被姑母噎了回去, 委屈地哭了起来。 她明显还是一汪清水, 涉事未深, 道德感很强, 也重名声。 一见姑母发觉, 真是如外面传言的那个样子, 一下子就有点退缩了。 威龙裂切着脚, 正带走开。 梁太太却从牙缝里 蹦出两个字来。 你做。 以后她就不言语了, 好像等着对方发言。 威龙指的低声下气说道, 姑妈是水晶心肝玻璃人, 我在你跟前扯谎, 也是白扯。 我这都是实话。 两年前, 因为上海传说要有战事, 我们一家道小避到香港来, 我就进了这儿的南英中学。 现在香港生活程度一天天的涨, 我爸爸的一点积蓄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同时上海时局也缓和了下来, 想想还是回上海。 可是我自己盘算着在这儿书念得好好的, 明年夏天就能毕业了, 回上海换学堂又要吃亏一点。 可是我若一个人留在香港, 不但生活费要成问题, 只怕学费也出不起了。 我这些话闷在肚子里, 连父母面前也没讲, 讲也是白讲, 突然使他们发愁。 我想来想去, 还是来找姑妈设法。 威龙本来要走了, 情节却发生了突转。 一开始, 梁太太还没有等威龙开口, 就说了很难听的话, 表示拒绝借钱。 这时候, 威龙吃了闭门羹要走, 他却又让威龙坐下来。 威龙坐下了, 梁太太又不表态, 这是搞什么名堂呢? 威龙一时想不到太多, 一件事情有了转机, 就低声下气地求起情来。 梁太太搓得那芭蕾扇饼滴溜溜地转, 有些太阳光从芭蕾金纹里露进来, 在他脸上跟着转。 他道, 小姐, 你处处都想到了, 就是没替我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我就是愿意帮忙, 也不能帮你的忙。 让你爸爸知道了, 准得咬我诱拐梁家女子。 我是你家什么人? 自甘下贱, 败坏门风, 兄弟们给我找的人家我不要, 偏偏嫁给姓梁的做小, 丢尽了我娘家那破落户的脸。 哼, 越是破落户, 越是茅厕里砖头, 又臭又硬。 你生晚了, 没赶上热闹, 没听得你爸爸当初骂我的话来, 威龙道。 爸爸就是这书呆子脾气, 再劝也改不了, 说话又不知轻重, 难怪姑妈生气。 可是事隔多年, 姑妈是宽宏大量的, 难道还在我们小孩子身上计较不成? 梁太太道, 我就是小姓, 我就是爱嚼着尘骨子烂芝麻, 我就是忘不了她说的那些话。 她那扇子偏了一片, 扇子里筛入几丝黄金色的阳光, 扶过她的嘴边, 正像一只老虎猫的须, 阵阵欲飞。 梁太太虽然嘴上说自己不能帮忙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她话里显然是有余地的, 于是她就开始翻旧账, 说尽了自己的委屈。 威龙呢, 也觉得这事有希望, 于是呢, 竟捡着些好听的话来说。 但是, 如果你觉得梁太太只是因为想听些好话出出气, 那就低估了这个玲珑的妇人。 威龙裴笑道, 姑妈忘不了, 我也忘不了, 爸爸当初造了口舌上的罪过, 姑妈得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姑妈把我教育成人了, 我就是您的孩子, 以后慢慢地报答您。 梁太太只管把手去撕芭蕉扇上的金纹, 撕了又撕。 威龙猛然醒悟道, 她那把扇子挡着脸, 原是从扇子里的漏缝里盯眼看着自己呢。 威龙的红了脸, 梁太太的手一低, 问道, 你打算注读? 威龙道, 我家里搬走了, 我想我只好住到学校里去, 我打听过了, 注读并不比走读贵许多。 梁太太道, 倒不是贵不贵的话, 你跟着我住, 我身边多个人陪着我说说话也好。 横树家里有汽车, 每天送你上学也没有什么不便。 威龙顿了一顿放道, 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梁太太道, 只是一件, 你保得住你爸爸不说话吗? 我可担不起这离间骨肉的罪名。 威龙道, 我爸爸若有半句不一, 我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见姑妈。 梁太太咯咯咯咯咯咯咯道, 好吧, 我随你自己去编个谎哄她, 可别圆不了谎哦, 威龙正带分辨, 说不打算扯谎, 梁太太却岔开问道, 你会弹钢琴吗? 威龙道, 学了两三年, 可是手笨弹得不好。 梁太太道, 倒也不必怎样高明, 捡几支流行歌曲练习练习, 人人爱唱的, 能够伴奏就行了, 英国的大户人家小姐都会这一首, 我们香港行的是英国规矩, 我看你爸爸那古董式的家教, 想必从来不肯让你出来交际吧? 他不知道, 就是你将来出了阁, 这些子应酬功夫也少不了的, 不能一辈子不见人, 你跟着我有机会学着点, 倒是你的运气。 他说一句, 威龙答应一句, 梁太太又道, 你若是会打网球, 我练起来倒有个伴儿。 威龙道, 会打。 梁太太道, 你有打网球的衣服吗? 威龙道, 就是学校里的运动衣。 梁太太道, 呃? 我知道, 老长的灯笼裤子, 怪模怪样的。 你拿我的运动衣去试试尺寸, 明天采访来了, 我叫他给你坐去。 便叫逆儿去寻出一件鹅黄丝制衬衫, 割灰短裤。 威龙穿了, 觉得太大, 逆儿替他用别针把腰间折了起来。 梁太太道, 你的腿太瘦了一点, 可是年轻的女孩子总是瘦得多。 威龙暗暗担着心事, 急欲回家告诉父母, 看他们的反应如何。 于是匆匆告了辞, 换了衣服, 斜了羊伞, 走了出来。 自有小丫头替他开门。 妮儿特地赶来, 含笑挥手道, 姑娘好走。 那一份殷勤, 又与钱不同了。 原来啊, 这是一出欲擒故纵的好戏, 之前的抱怨, 不过是把自己的委屈最大化, 以此向威龙索取死心塌地的感激。 威龙求良太太资助的整个过程中, 丫头和太太都让她的精神受到了屈辱, 但是她仍然屈服了。 而良太太说这么多话, 也不是因为要出之前的恶气, 而消磨威龙的尊严, 而是别有深意。 说到这儿, 其实这一段情节, 两个字就能概括了, 势力。 良太太答应资助威龙, 不是出于什么亲戚关系, 也不是因为威龙说了好听的话, 甚至也不求威龙将来的报答。 她是从扇子的漏缝间看威龙的脸, 无非就是在盘算着她的利用价值, 而葛威龙就是以牺牲尊严为代价, 来换取物质上的帮助。 她不是没有自尊, 她只是以为, 这不过是短暂的屈辱。 尽管威龙知道此去就是汤浑水, 但是她还是自信可以出于你而不然。 威龙自己觉得是聊斋志义里的书生, 上山去探亲出来之后, 转眼间那贵家宅地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 如果梁家那白房子变了坟, 她也许并不惊奇。 她看她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 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 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 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 威龙这么想着, 至于我, 我既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 若是中了邪, 我怪谁去。 可是我们到底是姑侄, 她被面子拘住了, 只要我行得正, 立得正, 不怕她不一礼相待。 外头人说闲话, 尽他们说去。 我念我的书, 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 自然会明白的, 绝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 她被面子拘住了, 这就是威龙以为姑母资助自己的原因。 她不知道梁太太看她, 就仿佛看到了一件物美价廉的工具。 那么, 单纯的威龙来到姑母家之后, 究竟还能不能出于泥而不染呢? 请您期待下期节目, 衣柜吃了那女孩。 您就发现了一个中共之后, 你在尽臣 doct 吗? 感谢观看